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老师好 你好 欧老师 我们最近发展了一个脱离亚洲发展论 全新脱离亚洲论 您看到了 我们打算连续发展50奖 已经发展了两奖 而且都有全文 并且也做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 叫做午夜读书 给大家做解说 解说内容跟我们全文的文字内容 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们是把写作动机 跟内文做一些补充在节目里 这样大家就觉得可以更丰富一点 这个概念比较新 能不能详细介绍 我是看了一下 但是你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东亚的九个国家 或者是八个也行 为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南韩北韩看作是一个 也可以看作是两个 那么包含日本还有台湾还有中国 以及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跟新加坡 我们称为啊就是犯汉字影响的文化区 以及犯筷子文化区 而这个东亚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呢 以家族为中心的政治 当然有的人说你也许还可以再加上 比如说节目寨啊缅甸啊 印尼啊菲律宾啊这四个国家 我就暂时不提这四个国家 而主要的有这么多的华侨 和这么多被汉文字影响的文化的这几个国家 新加坡当然是毫无疑问啊 肯定是在这汉语文化区里面 所以你看两韩加日台中心就已经是六个了 那越南泰国再加马来西亚都有很多 呃中国或台湾的华侨啊 所以他们受汉字和语文的影响很巨大 那我们呢 姑且不追溯所有每个影响来源 而讲现状哪些部分是共同需要改进的 首先我们就指出啊 这种家族政治的核心 或者是家族企业的核心 老实说是真的得改 这个在整个政治上啊影响的很剧烈 包含日本啊 他这种门法主义都至少有700年以上的历史 韩国就不用说了 到今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今天也有500大家族 当年的这个西太后慈禧 为了她一个人要做寿 搞了两年半的贺寿的 这个整个礼仪的建制过程 就动到1894年正式要贺寿的时候 其实国家其实已经被她掏空了大部分了 北洋军把连炮弹的钱都没有 结果远东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军 就这样被打败了 日本人家不先22年 在中国卧底 把消息探听的一清二楚 知道这个慈禧带后把国家险吸干了 全部去半克兽去了 而且知道慈禧带60岁这一年 整个国家会神经完全不正常 所有的官员大脑只能想慈禧带后 他这个贺点要怎么办 没神经管打仗的 所以日本就选这个时间打仗 那如果按照这种家族体系发展的话呢 那没有一天能好得了 民主就都是假的了 结果十一大多走了以后 孙中山一过世 蒋介石家族又搞了22年 最后还搞了货币膨胀数百万倍 他到台湾来 也还是没有改善这件事 货币是搞定了 但是蒋介石家族又在台湾 又搞了38年 这可以说我们核心的目标 是在色众 这种政治的偏离作风 实在是东亚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所以要脱离这个亚洲的坏习惯 那你认为脱离以后 你认为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以个人的才华为中心 而不是以家庭的利益为中心 你譬如说 陈老师你有才华 这主持人该是你就是你 怎么能因为我作为决定者 我姓欧 所以我就优先先考虑姓欧的人啊 你说这公平吗 这肯定不公平吧 是吧 所以中国这个历来啊 喜欢用家族体系的人 或者门身顾虑搞捧党 这个是绝对一个非常坏的根源 以伦理关系作为能力的判断 这本来就都不正常了 现在在全世界的竞争力 跟创立力的比赛里面 完全不合格 估计本世纪内可能都不行 别说亚洲了 你现在就说的是亚洲 其实你看美国不是吗 美国的克林顿 希拉里 他什么家族 小布什什么家族 不是也是一样的吗 刚乃迪这四大家族 嗯 对 但是呢 家族体系越绵密的控制在整个社会 谁情况越严重 这国家呢 竞争力就越差 嗯 那当时是严重到 孔宗家族把全国的钱都掏空了吧 嗯 这当然是不行的 这是严重程度啊 太夸张了 您是之前说 您把这个观点写成一本书吗 现在是 目前已经写了一万字了 总共十万字就出版了 准备整个出版 我们每一讲呢 就安排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 对 书的名称是什么 啊 这个全新脱离亚洲论 附加多斯打造最强国体说 这个倒是比较新鲜 但是这个趋势 其实在整个地球上我们都看得见 都是有啊 这种 我们叫裙带吧 全台关系 整个好像跑不掉 不过当年啊 这个武则天 他上台干了皇后开始 他为什么要用库立政治呢 他其实是要灭掉 前面有两百年的观众集团 由二十个家族 把持全国的利益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 对 他把那个隋文帝的科举制 扩大办理 把这个中下阶层的人才 给提拔上来 然后用库立呢 去整那些家族体制的人 这个就是武则天的手法 所以人才才能出现新的 也才会出现圣堂嘛 我跟你说 这个问题 其实在西方国家一样 这个在西方国家 他倒不是说群带 他叫忠诚度 他也做不到按财使用 你就是一个特别聪明 特别能干的人 在这个政治这个平台上啊 你知道他是有利益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其实现在政党政治 就是一个邦派政治 就是我这一个邦派 和你那个邦派 我们要各自 获取我们各自的好处 获取好处的就是 谁要夺取政权嘛 那就轮流坐庄 在我坐庄的时候 我夺取政权了 好处就归我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这个政党的里边 不管是接班人也好啊 议员也好啊 其实他首先考虑的 他不是你是不是考虑 你是一个人才 你都有本事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忠诚度 你这个忠诚度 如果要是不够的话 再有本事也不用你 这些象 真的全世界 在西方的所有政治平台 这个国家里边 其实都是这样 你说呢 那我同意这种关系 普遍的存在 但是呢 以家族为中心的 严重程度 密度最高的 是在东亚的 汉字筷子文化区 情况最为严重 它是绵绵绵绵绵的 在每个地方都存在着 一些阿拉伯国的 也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呢 常常是几个家族而已 没有到那么全面 覆盖到的那个全面度太高了 我们的覆盖全面度太高了 嗯 你懂我这个意思吧 嗯 你比如说你所在的Mancouver 它的覆盖全面度 不会这么高 但是呢 你发现在台湾 在日本 在韩国 在中国 那个覆盖的全面度 密度 可能要比加拿大高个十倍 少说八倍五倍 是跑不掉的 这个就必须要 好好的 根据一下 以个人能力为中心 你才能够把人才 那个能力给调动出来 国家才能就会进步嘛 现在在这个地球上 谁能做到这一点 我一个都没看到耶 我还是说一个事情 比例问题 嗯 你让你的这个原来家族是 控制百分之百 减低到控制百分之三十 这就是有贡献了 嗯 当然西方也有家族 但是它的比例 没有东亚这么高 东亚的比例太高 而且决定权太强 它的强度 比西方高太多 所以您的理论就是说 我们要按财使用 如果是人才的话就要用 是吧 就是你至少要让人的力量 发挥出来 不能全凭血统决定问题吧 嗯 但是台湾的那个 连中小企业跟大型企业都这样啊 就是有能力的人 到了某一个年纪 他的薪水开始高了 超过一个大概 中高级的水准的薪水 这老板在打算 要把它给弄走掉啊 那你这样你的企业 当然不发挥了 嗯 而且大家都在打算 替自己的子孙捞钱 这就不好了 西方人对于 自己的子或孙 呃 要捞多少钱给他们准备 这相对来说 没有东方这么严重 东方有除去的习惯嘛 他还帮自己除去 还不打紧 还帮孩子跟孙子除去 看似不一样 其实他们对钱财的贪难 也是一样的 对 但是 如果比赛贪难的话呢 你很难见到啊 在东亚里面啊 像当时的蒋宋孔城 可以把国家大概捞到百分之八十 你也很难见到像一个慈禧太后 一个六十大岁的贺寿 可以用掉北洋军的四分之三的军费 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在西方的民主国家 就算有家族 但是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 我们的情况是过于严重 你就像这样讲好了 蔡英文干上总统 他的决定权 为什么就大到这个地步呢 因为大家习惯家长制 论文他就是老大 然后就拼命的把他的好处说一大堆 然后呢 他的假博士 假学历 假论文的事情呢 就故意 事而不见 存而不论 这个家长制的最大坏处 没办法说清楚是非 他这种就是他越没本事越弱 他越要使用这种方法 就是强迫你凭他 那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就出来了 对 你说对了 因为家族制的人呢 经常他不需要竞争 因为他有血统保护他嘛 就像蔡英文一度功课那么差 他就是能够弄到今天的位置吧 没博士弄成有博士 没硕士弄成有硕士 进不了台大 台大科医们也听不懂 他还是台大能法律系毕业 然后呢 在国中是二段班 高中明明就该考不上 他偏偏就我们希望能考上中三女高 第二志愿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嗯 这就都得靠家族的力量才有可能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么烂的人 我对他一往情深是 但是他是一个太好的案例了 把他的所有事情把他给翻出来 就好办了 我举个例啊 以我来说 我自己就是身体力型啊 譬如说我两个女儿 现在各自经济独立了 一个搞翻译 一个呢 搞这个流行歌曲演唱 如果以我跟电视台的 这些主管的关系 我要帮他上台去唱几首歌 上一些节目 跟一些这个制作公司 是渐渐灭辣辣辣关系 应该是容易的 嗯 或者上一些广播节目 应该是容易的 嗯 但是 我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一个都没有 嗯 我没这样做 比如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个 同样在电视台 经常进出的这些 表演工作者或制作人 介绍一下吃个饭总行吧 我有没有这样做 我没有这样做 嗯 这是按理一 第二呢 比如说我女儿搞翻译 她的英文是我教出来的啊 她从小学一岁 到这个十一岁之间的英文 都是我教的 后面的十一岁到十五岁 她的家庭 英文家庭教师也是我安排的 等到她英文念到这个 在台湾考多一几乎满分以后 她可以独立作业了 她所接的翻译这些工作 全部都不是我介绍的 全她自己去interview的 那我自己是辅导这个外语学院毕业的 我要找到相关的这个来源 或者更多一点翻译来源 或者让翻译费更高一些 我一定有办法 但我没有这样做 她也没有打了我的旗号出去 去involve那个case 这意思就是 这意思就是 他们凭自己的能力 去跟这个社会去努力吧 在西方其实还是很多家庭啊 是孩子自行努力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克林顿 小布希 甘乃迪 这些家族 甚至欧巴马这样 嗯 其实美国的总统也不是每一个都像他们这几个这么 这么不要脸啊 那但是呢在台湾情况就严重的多了 要不是李登辉跟这个马英九啊 他们没有儿子啊 而且呢这个兄弟姐妹也不太热衷于从政 否则李登辉家族跟马英九家族肯定在政治上呢 还要再插一脚的 但陈水扁跟蔡英文的家人不就都进来了吗 陈水扁的很明显啊 这个蔡英文的很明显啊 这个蔡英文的很明显 这个都大家都十分见怪了 都已经习惯了 对 这个家人啊一旦管事啊 其实在政治上就绝对是个坏事 我记得我在台南竞选立委的时候 我太太就很想要 那时候她 那时候她自己也是博士也是教授嘛 她就很想表示她的意见 我刚刚说你不可以表示意见 因为你不是候选人 你是候选人的配偶 阿拉丹竞选总部她总可以做什么 说你只可以端水端饮料给记者 你不可以代表我发言 你也不可以代表我发号司令 指挥里面的任何工作人员 因为你不是候选人 你也不是同党同志 她本来很生气啊 但是员工们很高兴 团队的人都很高兴 因为大家知道只要一家族化事情 就很麻烦会很乱 是 你懂这个意思啊 到时候就变成两个老板 我就明的下令 谁 听我太太的命令就去做事了 谁就开除 不准听 得来问我 或者是问我们的总干事 按整个竞选总部的规矩办事 只可以这样 否则就会乱了 她的一句话就可以打乱整个原有的 这个秩序嘛 后来她也发现必须这样 要不然你的治军就会不严格咯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里面的这叫职场伦理给做清了 一旦家族化 这个职场伦理就会被摧毁 相对的来说 当然西方排名前15名的民主国家 比例会比台湾这边或者日本韩国中国都要好太多了 你像香港当时是相对比较西化 这个情况也要好得多 以能力主义至少在香港 这个国安法定命之前 这个情况是要好得多的 但你到中国到台湾 你不靠人情是很难走得通的 除了你搭地铁搭捷运这件事情 不需要靠人情以外 其他几乎每件事情 你最好都找找人情找找关系 是的当然了 这个就是民族特征 台湾有句话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找关系 找到关系就会变成没关系 这流行话语啊 听说过啊 我之前听说过啊 对啊 所以往往你就说到了台湾或中国 你只要找到一个人 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它完全是一个人计划 但你这个相对 你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到法国德国英国 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 在招待的规格上也不一样 你即便同样在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找到一个人 和在台湾中国找到一个人 他的服务范围跟招待规格也会不一样 分阶层 分阶层 在某一些阶层性的那个范畴里边还是一样的 在有一些阶层里边就还不明显 就是没有全面化到这么夸张了 所以这个必须要尽可能的缩小 让那个人的能力能够出来 我们的竞争力跟创意力 才能够陆续被调动出来 现在大部分社会可能有九成以上的人的多数能力可能被埋没了 所以就自己单干不就可以了 不要去硬性了 自己干 自己干你只有自己的能力可以用 如果大家联盟把每个人的实力好好发挥出来 效果就很不同 其实我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出这件事 如果我一直用我的家人 他就仅限于他们所会的软体 我们在要求上面也很难继续扩张 但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来了五六位不同的同仁 他们会各种不同的软体 使得我们的骗子在过去的九个月里面 他一直有改善有进步 我想这点有观察我们电视台的都有注意到 对 大家都在进步 毕竟进步 不进就退了 但我们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人才进来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有新的眼镜 因为有技术进来 但是我们的花费是一致的 就每个单位的小时的花费是一致的 所以人才还是很重要 而且每一个人善用他自己的能力 像我们今天值班这位助理制作人 他因为他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然后懂了很多电脑的防毒软体 前两个月我们的整个办公室电脑中毒 他一瞬间调动了四五个人进来 两个小时内 我们所有每一台电脑扫毒完毕 你看多好 新人才引进 比我们去找外头的来扫毒呢 这个费用大概只要十分之一 你看多好 你看人才多重要 将来你周围多积极一些好的人才 让我干点大事情 现在的问题就是蔡英文 就像马英九 马英九当时是从他的这个穿衣镜里面找人 蔡英文是从他的梳妆台的化妆镜找人 镜子越来越少 人才取材范围越来越少 这就是蔡英文的问题 跟马英九的问题 但蔡英文明马英九的问题 要严重个好几倍 这个东西为一驱动 他怕这些权力被别人篡夺 他当然要这样做了 但这还是一个习性问题 因为呢 因为你譬如说他会去用他的表姐 用他的姐夫 这是个荒唐的事情 你看这个地球上有哪一个国家 他不这样做的 觉得你找能找到吗 找不到 我还是说比例问题 第一个比例不能过高 第二个呢 情况不能过于离谱 就你使用的情况过于离谱 当然人家就有意见了 当时的陈铁匾跟吴淑珍 那就叫过于遗谱吗 那你做出一个办案给大家 看看怎么样 哈哈哈哈 我们的办公室就已经是这么干的 我的竞选办公室也都这么干 哦啊 嗯 是不容许有候选人夫人在上面 啰里巴索的 您看到 每猪每牛的事情在台湾最近 似乎又被蔡英文解决了吗 哎 嚷嚷一段时间也就过去 因为你看这么大的事情 有人走上街头吗 太少了 有那么一点点我能看到 但是有没有 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个大规模的抗议 就是说两句话 就完了 就结束了 嗯 显然蔡英文短期之内 还可以四平八位 一直到他修完线 继续连任为止 嗯 你们要预测一下 蔡英文 会不会连任成功 连任 你说这次 结完了以后再连任 对对对对 修线完了以后 他再连任 你认为他会成功吗 我想他要想做票 他怎么都做下去了 他很可能朝着附近的路子去走 别说连任了 可能一直做下去的可能性都有 哈哈哈哈 所以你认为他至少 这四年之后再干八年 纪律语很高 所以台湾没希望了 哎呀 希望是能创造的 这个中世纪也经过漫漫长夜一千年了 嗯 但现在时间走的比较快 现在是一个百倍数时代 所以呢 他再让他再搞个八年 也就相当于八百年了 可以了 而且到时他垂垂老矣 玩不动啊 我等他玩不动啊 好啊 好啊 多少年以后啊 不止他玩不动 不止你再等他 所有民进党的人更着急了 他会想办法了 咱们有着急 我都没看出来 哎呀 这些着急的很想接班的人 少说六十个起跳 嗯 哎 你注意到那个 蔡英文最近老了很多了没 没有 不关于说我现在看见蔡英文的脸 我就转胎 我就跳过 哎 她真的老了很多 这一句话叫 只是猪眼改 嗯 她老婆啊 嗯 嗯 她得对劲贴花黄啊 你最近没在下点工作 嗯 小罗昨夜又东风 我们总是 送个六十三朵黑玫瑰去给她 提醒她 网友有留言说 郝老师你别浪费了啊 那个别忘了董事长 擦仙花了 算了嘛 我跟你讲 您的电视台为什么经常被黄标呢 为什么我的电视台跟你放一样的东西 我们没被黄标呢 只有一个答案 我有送玫瑰花你没送 我还是免了吧 你现在的电视台 除了叫造谣电视台以外 还有一个外号 叫黄色电视台 你很老被黄标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是蔡乐乐的眼中钉 哈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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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你们当面较量较量啊 董老师今天谢谢您 谢谢郝教授 大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